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潜水员入水海军潜艇学院防救系主任夫本国指出 原潜救生是一个国际性难题 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声纳 身前就升艇 救生中等潜艇搜救装备 对世事潜艇进行研究 第一关就是怎么找到潜艇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2017年11月15号发生的阿根廷圣湖安号事故 至今没有找到 其次 找到以后怎么样把潜艇里的人从水下救出来 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难题 各个国家都在充分发展搜寻装备 以及救援装备 对于搜寻来说 大家都在大力发展的是声纳 像测扫声纳 图像声纳 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两型装备 身前救生艇和救生中 大家都在发展 这两型装备受到海洋环境影响非常大 各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 怎么样开发 更能适应海洋环境的装备 夜间撤收缘前作业长海军军医大学潜水医学研究室主任方以群指出 潜艇自救脱险作为每个艇员必须掌握的技能 也是这次演练的重点科目 自救脱险有减压脱险和快速上浮脱险 这次训练里面都有两种都实施了 之所以要减压脱险 是因为实施潜艇 艇员离开潜艇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一个通道 对通道进行加压 在通道内压力与湿式深度一致后 才能离开湿式潜艇 艇员将在高气压环境下暴露 我们呼吸的气体里面含有大量氮气 氮气在体内与其他物质不发生化学反应 随着时间延长 深度加深 体内溶解的量越来越多 如果不安全排出来 人员就可能发生减压病 所以我们要进行减压脱险 通过逐占减压 实体内溶解的氮气通过呼吸循环排出来 但是实施潜艇 艇员在水中逐占减压 在水中停留时间长 对艇员生理和心理影响很大 所以国际上就研究了快速上浮脱险这个技术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快速加压 控制高压下停留时间并安全快速减压 使整个过程中体内溶解的氮气量都在安全范围里 不形成气泡 不形成减压病 目前这个技术在英国 美国等北约国家广泛采用 为提高我国员前救生能力 我均自主研究了快速上浮脱险技术 装备 现在已经装备到部队 部队掌握了这个先进技术 这次训练用的技术和装备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并验证了部队自救脱险能力 记者 聂洪杰摄影 聂洪杰 刘伟泰消息来源 CLR国防时空本期编审 孙 立责任编辑 朱希迪 李巨投稿邮箱 G-U-O-F-A-N-G-S-H-I-K-O-N-G-A-Q-Q-Q-C-O-M 7-A-Q-Q-C-O-T-G-G-A-Q 写突